侯墨来养老院看老爹 没想到遇到这样尴尬的场景 如果是你也会怎么办 不过紧接着侯墨发现了 这女人似乎有点眼熟啊 老亚伯对此洋洋得意 维维安可是明早一时的电视明星 一个大人物会喜欢无名小卒吗 侯墨对此有了怀疑 这天凌晨 侯墨按照习惯开始加餐 意外发现丽莎神情紧张的逃回了卧室 最近侯墨和马基发现 丽莎每天都是萎靡不振 为了找到其中的原焰 晚上特意过来查看 现在可没功夫在乎孩子的隐私了 马基掀开毯子发现 竟然是在偷偷的玩手机 丽莎连忙解释 这是催眠用的白皂烟 就像这种 马基并不相信丽莎的说法 拿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在听形式安全的播客 这也太少而不宜了吧 为了确保这些内容是健康的 马基决定亲自听一下 这一听可就不得了了 他彻底沉迷其中 一大早就找到丽莎讨论剧情 在之后的日子里 母女两人不管干什么都会戴着耳机 这天 电视里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 在公开的邮轮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一位女士被确认死亡 马基和丽莎听后来了兴趣 开始讨论起来 按照剧情来说 凶手肯定是对方的丈夫或男友 就在这时八载发出惊惑 死者是爷爷的新女友 随即新闻里就公布了 老亚伯被捕的视频 侯墨对此难以致谢 老亚伯那个怂样怎么干啥人呢 很快的 这起明星谋杀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有声主播们抓住了流量密码 火速制作成了刑侦播客 有罪的爷爷 凭借着吸引眼球的噱头和精彩的剧情 这起案件变得家喻互相 大家无时无刻的都在关注最新的进展 主播看着不断攀升的点击率 也是欣喜若狂 于是紧跟着制作了新的内容 首先他采访了当晚的乘客 对方表示 听到了女人高呼 亚伯不要 然后就是落水的声音 接着他又来到警局调查 警长表示 老亚伯被捕之后死不承认 唯一的证词就是 我不记得了 现在看来这件事很清楚了 我们不禁要问 老亚伯究竟想隐瞒什么 主播的采访引起了金普森家的分裂 侯默认为 凶手肯定是老爹 他能干出这种事 马基和孩子们则间线 老亚伯是冤枉的 他良好的品行 全春天阵都知道 李莎看到这样的场面有点难过 伯格的主播应该是具发掘真相 而不应该做毫无证据的推测 马基听后深以为然 现在事情搞成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老亚伯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也应该站出来接受采访 侯默作为嫌疑人的儿子 在直播当中讲述了他的经历 主播抓住了侯默母亲消失的事 又开始带节奏 现在看来案件已经很明朗了 接连两个女人消失肯定不是巧合 我们不禁要问 老亚伯是不是还背负了其他的命案 侯默这么一搞 事情更糟糕了 在之后的采访中 所有人都跟着节奏 将各种事和老亚伯联系了起来 养老院里已经接连死了好几个人 这一定是老亚伯干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 老亚伯的嫌疑越来越大 主播对此也很得意 这段时间粉丝爆炸 容易多了 这天主播又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老亚伯的作案动机找到了 在此之前 死者薇薇安购买了一份意外险 而受益人正是老亚伯 辛普森家被这样的消息惊呆了 老亚伯真的是为了前痛下杀手吗 与此同时 正在听节目的老亚伯也被惊呆了 要不是听了这个节目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凶手 我现在是来自首的 这起轰动了春天镇的案件 很快进行了宣判 老亚伯被判处了终身监警 侯默对此很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认罪呢 家里大部分人都相信你是冤枉的 老亚伯现在也很无奈 那个主播的节目太精彩了 根据剧情来看 我肯定就是凶手 经过今天的事 辛普森家的立场也动摇了 残忍的真相 让丽莎抱着马基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门铃声响起 医生表示 他找到了一份新的线索 可以证明老亚伯是被冤枉的 随着老亚伯被关进天狱 这起谋杀案也告一段落 主播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活动 就在开始之前 马基找到对方说明了真相 案发当天 老亚伯和薇薇安做过场景检查 通过数据显示 薇薇安在坠海之后并没有死 而是一路向着岸边移动 最后定位到了墨西哥 这些足以说明 薇薇安是假死 老亚伯也不是凶手 可主播对此并不满意 粉丝们想要的只是他们认为的真相 事实如何并不重要 如果这起案件出现了反转案 我肯定会掉粉的 最终主播还是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 向大家说出了真相 同时他向粉丝们道歉 不应该为了流量而哗众取丑 可这样的坦白并没有获得粉丝的好感 没有人关心老亚伯是否冤枉 大家都是看戏而已 剧情越曲折才越精彩 经过这件事后 老亚伯被无罪释放了 不过在他的心里仍旧有个疙瘩 难道自己只是薇薇安利用的棋子吗 就在这时 薇薇安出现在了面前 他埋怨老亚伯忘记了计划 当时说好的 拿到保险金后 就一起在墨西哥开启新的生活 可没想到老亚伯的记性不好 把这件事给忘了 好的 zap